如果任毕石不死那么早会怎样 1950年10月26日 长期负责任毕石医疗和保健工作的 傅连章向中央发出了一封病危通知书 任毕石同志今早期时出现了中风现象 又半身瘫痪且失与血压230脉搏100 病情极其严重随时都有去世的危险 10月27日 任毕石同志终究还是未能与病魔抗争到底 不幸因病去世年仅46岁 鉴于任毕石为党和国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中央决定将他葬入八宝山公墓 能葬入此处者都会根据他们的贡献和级别 来划定墓地的规模和尺寸 而他的墓占地面积竟达到了300平米 是八宝山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 人称八宝山第一墓 1945年6月19日 中共七大选举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和任毕石 组成了中央书记处常委会 史称五大书记 在刚成立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 毛泽东52岁 朱德59岁 刘少奇47岁 周恩来47岁 任毕石41岁 无疑五大书记中任毕石是最年轻的一个 但他却是第一个理事的 五大书记中的四人都与毛有过矛盾 朱德周恩来几十年来一直被毛打压 刘少奇是毛最欣赏的被确立为接班人 后来得罪了毛泽东成为四人中死得最惨的一个 与毛泽东矛盾最深的其实是任毕石 1904年任毕石出生于湖南湘音县熟堂乡唐家桥 金属蜜罗市 父亲任毕道是一名教师 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 他从小就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 学习本领 成绩非常的出色 先后考入了明德小学长沙师范副 高小和长俊中学 求学期间任毕石迅速接触并且接受了新思想核心 文化成了一名热血的进步青年 1920年 由于家庭的突变 16岁的任毕石已经无资继续完成学业 加入了由毛泽东和舒衡等人组织的俄国研究会 开始积极进行俄语的学习 准备日后前往苏联勤工俭学 经过研究会的介绍 任毕石到了上海并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5月任毕石和刘少奇 肖进光等进步青年乘坐苏联邮轮从上海起航 奔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求学 同年8月任毕石在莫斯科 开始了自己三年的留学生涯 将原名任陪国改名为任毕石 1924年任毕石来到上海进入共青团中央工作 由于张泰雷长期离职 他代理了团中央书记的职务 1927年7月任毕石在白色恐怖下出任 廖第四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8期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会上年仅23岁的任毕石被选入了政治局 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1931年任毕石进入江西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作 周恩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任毕石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地位都在毛泽东之上 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 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 史称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 会议对毛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 尤其指责毛不尊重党 领导 机关与组织观念上的错误 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评估攻打干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 但是问题最后都集中到批评毛对党机关的态度上 毛的比较正确的军事主张被会议否定 与此有密切关系 在1931年干南会议后 毛的自傲一直是中央局与毛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区中央局利用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 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 10月12日中阁军委发布通令 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 1欧月26日 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人蔽识 向英 邓发 顾作林等遇会绝大多数 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批评与指责 唯有周恩来的态度较为温和 在一些问题上为毛泽东做了辩护和开脱 对毛泽东批评最尖锐的是在后方锐金主持 苏区中央局的代书记任毕石和中央局成员向英 人向根据临时中央2月以来有关加速反右倾的历次决议 尤其依据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 政治局两次对苏区中央局批评信的精神 尖锐指责毛泽东的右敌身人军事方针和向 干东北发展的主张是专等待 敌人进攻的保守的等待观念 朱德王驾祥由于一直随周恩来 毛泽东在前方指挥作战同属四人最高军事会议 客观上也必须分担苏区中央局对毛的批评 因此在宁都会议上并不积极 只是一般的同意附和了任毕石向英等的看法 周恩来作为前方四人最高军事会议主席 和前方赴最后决定权的苏区中央局代表 他的看法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反映了他一贯的作风和风格 即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 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 对毛泽东表是充分尊重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认在前方的最高军事会议 却又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 认为后方中央局任毕石向英等所强调的集中火力 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 同时也批评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 指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 周强调泽东往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 他的兴趣意在主持战争 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攻陷不少意见 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应留在前方 为此周恩来提出两种办法供中央局选择 一种是由我负指挥战争权责 泽东仍留前方助理 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权责 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但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毛 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 在政治上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权权信任 坚决不赞成 后一种办法 会议于是通过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办法 并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但周恩来却因其在宁都会议上的 折中态度受到苏区中央局成员向英 顾作林等的批评 1932年11月12日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任毕时 向英顾作林邓发联名致电临时中央 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 其中涉及到对周恩来的看法 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名 显得不同 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 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店 对泽东的批评当时向英发言中有过分的地方 但他指周恩来引褶住 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 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 替他解释掩护 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 我们认为恩来在 斗争中不坚决 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 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 克服 同一日周恩来致点上海临时中央 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进行辩解 我承认在会议上 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 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的不足 另外却指证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但会后顾向等同志认为 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 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 我不能同意 根据现存资料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并没有 接受苏区中央局对他的指责 11月26日 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中央的电报中也称 毛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 然而根据临时中央11月 给苏区中央局的附电却又看 初 毛在压力下在会议上 曾被迫做出承认错误的表态 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 必须帮助泽东同志迅速彻底的改正 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 毛泽东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 承认自己犯下错误 并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 周恩来也是在肯定毛有错误的前提下 主张对毛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 那么继续维护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苏区中央局的团结 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 1932年11月 临时中央赋点苏区中央局 指出 恩来同志在宁都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 一部分同志则被恩来为调和派 指不正确的为击破敌之围剿 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即干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土地政策 1931年底至1932年初 周恩来集中纠正毛的肃反偏差 现在又在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了毛的军事作战方针 毛在中央苏区的权势被一步步消夺 宁都会议结束后 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由周恩来担任 当周在前方指挥作战时 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则继续由在后方的人毕时代理 1933年1月27日 伯谷抵达瑞金后 虽然局部调整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机构 但是宁都会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基本没有变动 宁都会议后 毛泽东因在政治上蒙受打击和换严重瘧疾 在长厅医院休养达半年之久 周恩来曾数次请张文天 伯谷劝毛回瑞金工作 1933年3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瑞金 指示要运用诱敌身人 各个击破瓦解敌军和消耗敌人的战术 同时要求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 和运用同志士的影响 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作父 则工作 共产国际对毛的关照 对毛处境的改善有所作用 1933年春夏间毛返回瑞金 开始主管茶田运动 在6月上旬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 毛对一年前的宁都会议提出批评 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但是 伯谷把毛的批评挡了回去 重申宁都会议是正确的 并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 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从此 毛未在宇文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事宜 只是到了1933年10月 陈明书 蒋光奈 蔡廷凯派代表 前来苏区联络商谈双方停战之事时 毛才被允许参与某些重要军事决策的讨论 根据1935年后的毛泽东的解释 在关于是否援助第十九陆军的讨论中 毛提议红军应向以江浙为中心的苏浙万干出击 以调动为干之敌 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同时支持福建人民政府 伯谷等人却拒绝了毛的正确意见 导致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陷于孤立 成为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 然而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的态度 远比上述解释复杂得多 毛的有关红军出击苏浙万干的意见被否定 确实使打破围剿失去了一个重要机会 但是拒绝与十九陆军合作 则肯定压剧了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危机 福建事变发生后 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是坚决主张 对陈明书等采取孤立政策的 1934年1月24至25日 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所做的政府报告中说 至于福建所谓人民革命政府 一位同志说他有一点革命的性质 不完全是反动的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 以及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 用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 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言论是在公众场合依照中央路线而发表的 不足以表明他的真实想法 那么在内部讨论时 毛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据与毛关系一度十分密切 曾担任干南军区参谋长的公处回忆 在领导层讨论陈明书 蔡廷凯等人提出的要求与红军联合行动的会议上 毛主张采取谨慎的方法 提出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建去与李继生等先进行试探的会商 反对周恩来等提出的立即派大员到福州去举行正式谈判的意见 公处的口述回忆只是提供了一种说法 是否完全确实还有带新资料的发现和证实 由于毛泽东当时不处于核心决策层 即使毛反对援助陈明书、蔡廷凯 这个决定仍需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做出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 导致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实现 红军丧失最后机会 是由于共产国际及在户的代表的错误指导 以及博古、周恩来的犹疑不决 博古原是主张联合蔡廷凯的 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 博、周认为 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去实现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 1933年11月24日 周恩来致电瑞金的中格军委 催促早为决定红三 五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福建前进的蒋介石入民部队 周并经中央同意派出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 与19陆军谈判并签订了反日反奖的初步协定 博古、周恩来的意见 并没有获得中共核心层的一致支持 而在否定周、博意见的过程中 共产国际及驻华代表 中共上海局则起到决定性作用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这四位书记处书记都赫然在列 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证新中国诞生 唯独缺少了任弼石 原来考虑到任弼石的身体状况 毛泽东做出决定让他继续疗养 为了满足心愿 中央决定由他仍在上小学的女儿任远征代替父亲参加了开国大典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 周恩来早年地位在毛泽东之上时 对毛也是爱护有加 没有过严重的批评 就是这样几十年以来一直被毛打压 文革后期周恩为膀胱癌急需手术治疗 而毛不同意手术 这个手术就一直没有做 导致周的病情急剧恶化 最后死在了毛的前面 而在宁都会议上 对毛有过激烈批评的任弼石和向英的结局 向英在晚南事变中被毛借奖之手除掉 如果任弼石不早死的话 以毛泽东牙字必报的性格特点 任弼石的结局绝对不会是一个好下场